原来眼里没有暗示冷漠这人会表现的如此明显 这天何文娜的爸妈前来看望女儿 刚一进门坐下后 何爸就跟两超主动嘎起了话 但是两超却似乎并不是很想理会自己的岳父 现在还会不会跳蒙古舞会 他说他要跟你学蒙古舞啊 别跟我学我给你找个老师吧 就连要拿快递的时候 两超也要让何爸出来帮忙 再怎么说岳父都是长辈 这么做多少有点不合适了吧 晚饭时大家一起讨论起了婚礼事宜 按照习俗何文娜本应在老家办两场酒席 可何爸何妈心疼女儿怀孕奔波 就想只办一场出格酒再办婚礼 出格酒是跟这个回门是一回事吗 其实正常来说我们哪是要一个出格酒 一个回门酒 那我们出格酒办点酒 回门就不用办了 做月子嘛我就说不用收藏了 不过即使何文娜已经解释清楚了 出格与回门并不是同一回事的时候 两超何妈妈也还是坚定地认为 这是一样的东西坚持要先办婚礼 天几婚后再回门呢 这是一个程序的问题啊 我们可以随时可以沟通嘛 你那只是公格呀 只是那个 你跟婚礼 那跟婚礼两回事啊 但是我也得体体面面 给她嫁出去啊 何文娜仗还是不能理解出格酒的含义 何文娜耐心地给她解释了起来 然而她在这时也不忘吐槽何文娜一半 是不是就没有那些仪式啊 无客家肯定有仪式啊 就是那种 你男方和女方家 感谢一下父母和女儿培养的 这么优秀 都这么夸自己吗 不仅如此为了让何文娜答应 现在北京办婚礼 两次还搬出了自己的父亲作为理由 两天我一直在取舍什么 取舍在孩子和我父亲当中 就是因为我爸的手 实在是 之前受过伤 我一岁时候出过那个车祸 她坐不了飞机 我们也倒车 太受罪了 但女婿如此为难 何妈主动做出让步 给出了一个更加合理的方案 但她还是不肯妥协 在她看来 婚礼的举行就是自己在孩子 与她父亲之间的一个迁教 丝毫没有考虑过那时 要做月子的何文娜 我一直在想 我的孩子和我的父亲之间 我要做一个迁就 百善效为先 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去尊重 最后在这场饭局上 大家并没有善良出最终的决定 于是两招为了能说服何文娜的爸妈 晚上一回家 就给何爸打起了感情牌 诉说起了自己父亲的不意 结果何爸并不吃着糖 反而拿出了女儿的老照片 想要告诉她 其实这一路走来 何文娜的冠军之路 走断也并不简单 也就在这时 何文娜下楼了 随后他们一起看起了以前的旧照片 正是两张还不忘提一嘴 何文娜的体重 还真的没怎么变 现在体重变 就这样 他们回忆起了往事 说到动静之处 何文娜惹不住泪如雨下 而两个超取无动于衷 行行 拿起劲 但其实这也不是个例 在这场生活中 两超就一直如此不住一戏前 明知道老婆还怀之命 不能闻烟味 他们还是会随手 将烟头带回家 而何文娜嫌弃气有味道 想要用花露水掩盖时 她的第一反应 竟然是觉得老婆在演戏 出来的时候 帮我把花露水拿进来 等一下 臭气 臭 还演 当何文娜满脸心喜的是 新衣服给她看时 她也总是会泼下一盆冷水 也嫌怕 就连何文娜说 不想让孩子小明叫超可爱 她也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小明叫超可爱 我说不行 本身就姓梁 小明还叫超 那我边都没沾着 果不前 孩子出生后 真的就叫这个名字 甚至当面对何文娜 生起的表白时 梁超也始终反应平平 说不出一句我爱你 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 就是你能让我发自心底的 真实的笑 我回答 因为我爱你啊 连表白都说不出口 只能用笑声搪塞 难道梁超真的爱 我问他吗